朱在宝刚经历完四个小时的手术 面对还在流血的窗面 他担心身体会拖后腿 医生就批评 你今晚给个办公院 你家家里把血不留的 这走不 我关了死就打 手术后第三天 朱在宝强行出了院 当然也忘了 去卧床敬养三个月的衣桌 手里和实践 丽续金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规定 闲远山吞长江 浩浩商商 岳阳楼记中的洞庭圣景 铭刻在朱在宝青年时代的记忆中 然而鼓励的枪声 打破了洞庭湖的平静 没到东西 洞庭湖的江山尸体 我就上了一个洞庭爱鸟宣传 包括猴鸟 年金大鸟 朱在宝骑着自行车 走遍了岳阳楼洞庭湖 君山的每一所学校 向学生们普及保护动物的知识 并组建民间失地保护 护鸟爱鸟的志愿者队伍 发出《保护洞庭贺泪》唱一书 学生在上学过程当中发现了受伤的白鹿 就重回到这个洞庭湖的这个保护区 这个还得感谢朱在宝爷爷 1953年 25岁的朱在宝参加抗美援朝 是16军炮兵团的侦察班长 在一次支援起攻中 他闯过敌美区 当时1800多人 仅剩30多人 所以我这条命 是这1800多人 犯来的 我就觉得我那里做 好多些好多的 不做点事 逮捕这些战友 33年前 我在东京湖畔 开始了我人生 防暴之内 奉献着好伴生 2016年7月8日晚上 朱在宝过2014 到2015绿色中国 年度人物殊荣 300多件荣誉证书 奖状和奖杯 诠释了他生命的厚度 他还将26万元奖金 连同自己十几万元积蓄 一分不剩地 用在了环保宣传上 朱在宝的家 仅40平米 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家 地板砖开了列 衣柜是上世纪 七十年代 几件旧军装挂在墙上 结婚快五十年 老两口没过过生日 就连两个女儿结婚 也没正式办过酒 担心得很 不仅仅计较这些人 当然这么干就这么干 只要生的好 这是最幸福的 朱在宝和老伴有个约定 这个约定也是头一次 在镜头前公开 他希望自己走在老伴前面 请老伴将自己的骨灰 撒向洞庭湖里 都是为人民 走第一些好事的 为自身好歹 反正报复是全民的事 关系到这个民族的心事 我们是地球的自身 没有第二个地球 我们必须保护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